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上网卡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关心 包括我刚开始接触房车的时候也关心 那么这个怎么样的卡到底适合房车呢 那么我觉得呀 大家都想要那种不限流量不限速的 那么这种东西目前市面上只有物联卡 也就是物联网的卡上网卡 可以实现这个所谓的这个功能 但是真的是这种卡适合每一个房车车主 前两天我的这个 你看我这有了一个新的物联网的网卡 是因为这个我的那个卡 以前那个卡呀会突然无故停机了 用了四个多月 但是我买的是半年的套餐 所以呢他给我重新寄了一张卡 然后呢退了我这个一个月的网费50块 其实应该退两个月了 但是没出奖礼去 他就只退你一个月的钱 说短就短说停就停 然后呢重新寄过来一张卡 那么这个卡更寒酸 什么都没有 连一个包装都没有 就这样一张卡 那这次我还会再冲半年吗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 因为我现在的行程经常变 真正的经常在房车在外的时间并不长了 有时候呢在家 有时候呢在媳妇那里 用不上 所以用不上这种户外的这种上网卡 只是说在房车的路上会用到 那么我为什么说并不是这种卡适合每一个房车人 假如说你你开房车你并不做自媒体啊 你只是偶尔看看抖音啊 看看短视频啊 看看头条啊 或者看看新闻啊 或者聊聊微信啊 现在普通的这种正正规的卡都可以啊 你的正规的手机卡都是可以实验这个功能的 而且呢流量很便宜啊 而且很多很多这种卡都是一块钱一个G啊 超过套战以后是一块钱一个G 很便宜 但是呢 像这种物联卡呢 你如果说只充一个月呢 他经常要你 是收你79啊 或者89啊 然后呃 就给你所谓的这个2000G啊 或者是1500G啊 像这么大的一个一个数据流量 你肯定是用不完的啊 就相当于是不限流量啊 因为你不可能用这么大的数据量啊 呃 但价格很昂贵啊 那么对绝大部分的房车人来讲 根本用不了 可能一个月连100G都用不了啊 所以说你刨开你本身呢 你的手机卡的套餐 哪怕你用超了 你再一块钱买一个G的话 你远远比这种物联网的卡 他的费用低很多啊 而且呢 真的是不限速 还那些不卡 甚至还可以是5G流量啊 速的很快 呃 反观这种卡呢 什么样的适用呢 需要每天数据量比较大的 像我做自媒体的话啊 上传视频 上传好几个平台 可能需要这种东西 或者说喜欢玩游戏啊 一个游戏呢 几十个G要下载啊 或者喜欢看所谓的高清电影啊 也是十一般来讲十几个G很正常啊 一个一个一个 4K的电影啊 像这种情况下 可能对这个流量要求比较大的啊 那么可能正规的上网卡 正规的这种手机卡就满足不了需求了 甚至费用比较高 像这种情况才会用到这种卡啊 呃 一个月79或者89啊 因为你就觉得 他比较值可以值得掏啊 那但这种卡呢 他有一个陷阱在哪呢 他告诉你 你要充一个月就是7989 但是你如果充半年 就是300啊 充一年600 他就勾的你去充半年 或者充一年 因为他随时会跑路啊 所以这种东西呢 就不好说了啊 所以说 你根据你自己实际情况啊 你是 你呃 买一个月的还是买半年的 买半年以上都要慎重啊 甚至买一个买 买一个季度以上都要慎重啊 尽量的就 当月买当月用啊 哪怕你这个他他跑路了 你也不至于说是怎么着啊 因为这种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厂家 敢跟你打包票说啊 没问题你你这个就放心用啊 就算是有这种厂家啊 商家说没问题 我们这我们这些是有厚厚的啊 你如果不能用了 我们给你换什么的啊 是是可以 包括我这个也是可以的 他给我换一张卡 呃 但是 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 什么地方呢 就你就要来回的折腾这个卡啊 还要来回的人脸识别啊 然后重新激活啊 这些东西 然后一个货发过来 至少会影响你三天的正常使用 你用不了了呀 对吧 呃 就就看每个人自己怎么想啊 你觉得愿意为这个为这个事情买单 那你就买单啊 如果说像我说的90%的房车用户 都只是说是玩一玩简单上网 玩一玩聊聊微信 聊聊天 看看短视频啊 那你完全没有必要上这种卡啊 你用你你本身的手机套餐 你的流量就够了 哪怕超了一块钱一个G啊 或者说目前来讲 还有一种是更更更广的是三块钱一个G啊 你也是用得起的啊 你想想看 假如说一块钱一个G的话 有79块钱就能用79个G啊 是不是足够你用了 对吧 就算三块钱一个G啊 那么89块钱一个月90块钱相当于30个G也应该差不多够用 而且你用起来无忧无虑 所以我这个 根据自己的这种使用经验或者说上过的档牌来说的话呢 这种物联网的上网卡呀 只适合一小撕一小撕一小撕人用 一小撕人 绝大部分的人没有必要 不要有这种流量顾虑啊 就算你有这种流量顾虑 你买这个卡冲着值的钱 也足够你用来买正规的流量 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这个只适用一小撕像我这样 对流量有比较大需求的人啊 即便是像我这样的人 现在我也学会了 就是说 最多也都开三个月啊 绝对不会再去开更长时间啊 谁开谁傻啊 当然有这种所谓的正规的商家 但是呢 这种来回折腾的时间啊 也会让你很郁闷啊 好 本期视频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